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见多识广的字面意思就是见得多知道得广 形容月历深经验多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见多识广的例句吧 他经商多年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商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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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周游世界的经历是他见多识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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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认为聪明来自见多识广吗 那么见多识广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孤漆广的意思就是指学识浅漆 见闻不广 好的 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词 见多识广 怎么样你想成为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还是一个孤文寡漏的人呢 要是有时间的话 别忘了用见多识广造个剧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我们继续加油 明天见 再见 见多识广 明天见多识广